夜蓝人静 高档小区远白 频现盗车贼身影 案发现场对面马路 又发生了被盗卫贼的安全 追查视频 嫌疑人又是怎样隐去行踪 发现这个车在一个十字路口里面消失了 狡猾惯犯 实施凡跟踪手段 能否扰乱警方事件 在一条大车路上面 一时派 一时梦 兜起个圈 他才离开 敬请收看本期平安365 追踪连环盗车贼 喂 你好 这里是农家坏厕所啊 2015年1月4日下午两点半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龙江派出所接到报警电话 一名家住在龙江镇文华社区的周县上称 自己停在自家小区院外的私家车被盗了 1月3号晚上我跟妻子在厂里回来十点钟那样 然后我们的车就停在小区的外面公共停车位 第二天中午嘛 我去厂里要半点四 然后出来就发现车已经没有了 当时住宅心情就一下子懵了 周先生被盗的是一辆2010年10月间购买的黑色本田CRV 接到报警后龙江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就赶到了案发小区 但是到了这里他们才发现 从案发中心现场开始侦查存在着几个难点 首先虽然这里是一个被物意划定的公共停车位 但是其位置临街且无人看守 不存在任何目击证人 其次虽然停车场上安有四个监控摄像头 但是周先生当晚的停车位 恰好是个没有任何摄像头可以拍摄到的死角位置 所以监控录像里也完全看不到车子被盗的整个过程 那么当晚的监控录像里 到底有没有出现过被盗车和可疑的人或车辆 是否还能留下什么有用的线索呢 碧桂园他这个物业管理的视频就看到了 1月4日凌晨大约1点钟左右的时候 就有一辆那个黑色的东风本田 CIV小轿车就死离了案发现场 但是由于那个视频的质量就比较差 所以就不能够确定这一辆车到底是否我们的被盗车 当晚停车场里有两个监控摄像头 都拍摄到了这辆与周先生被盗车同款同颜色的小汽车 驶离停车场的画面 但是图真员无法从画面上分析到 车牌和除了车子颜色以外的更多细节 而且周先生停车车位的西侧两三米处 就是一个停车场敷口 这里也是监控摄像的死角位置 也就是说如果嫌疑人是将被盗车从这个头驶离 那么车子离开现场的过程根本就不会被拍到 案子似乎就此陷入僵局 警方究竟该如何继续追查下去呢 这个时候我们图的情报研发的民警 就给我们端进一个正常的方向 当天月四日凌晨 在我们这一起计谁案件 案发现场对面马路 又发生了另外一起的同款车被盗为谁的案件 这个为谁的案件给我们这个案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当天晚上零点四十三分 市主收到那个GPS的报警 说他的车被开了 报警当时后台就及时关了他的电路 锁了他的油路 然后嫌疑人就没有成功 就把车倒走 被盗未遂案的车主 在车上所加装的GPS防盗报警器 是目前比较先进的一种汽车防盗装置 这种防盗器平时通过GPS定位 采集车主的用车规律 一旦发现车子突然出现有违常规的运行轨迹 就会向激战报警 当晚 嫌疑人在凌晨时将车子开上了广州绕城高速公路时 报警室值班员在联络了车主后 确认车子被盗 就发出指令 自动断掉了汽车的油路电路 因为案发地点的接近和被盗车辆的一致 警方判断 这两起盗车案可能是同一团伙所为 未遂盗车案经现关键线索 如何分身 嫌疑人一人开两车 主案当晚 驾驶车跟驾驶被盗车的 是同一名案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365 追踪连环盗车贼 未遂盗车案的案发现场是在一条小路尽头 在这条路的路口有一个酒店 酒店大门前的一个监控摄像头 正好能记录下 所有从这条路出入的车辆 当时通过这个未遂案件的现场 这个图像侦查的工作呢 就一辆悬挂月A甲号牌的东风本田CRV小轿车 就进入了我们巴黎米的期限 这就是在未遂案案发事件段 出现在这条小路里的那辆黑色本田CRV 通过倒推此车的行车路径 海量排查至安监控 警方最终锁定了该车的号牌 虽然是一副月A的假号牌 但这还是成为了警方追踪嫌疑人 当晚所有活动的重要线索 而且这个号牌 还被警方确认了之前 他们曾经怀疑的一件事 当时接到这个龙江的报案之后呢 我们讯事就想起两个月前 就是说11月11号 人叫也有一单类似的案件 被盗的也是跟我们龙江 被盗车是同房车 然后就发现人叫案件案发当晚 那辆悬挂月A甲号牌的CRV小轿车呢 也是在案发前进入了我们顺德轮轿的辖区 当下警方已经刻意确认 这是专门针对东风本田CRV车型下手的连环盗车贼 根据警方以往侦破的盗车案件来看 一般这样的案件至少会有两名嫌疑人 得手后一人驾驶原来的车在前面探路 一人驾驶被盗车紧跟起后 以最短的时间逃离案发现场 那么龙江派出所这次侦查的连环盗车案里 到底有几名嫌疑人呢 他们又是用什么办法 令被盗车在离开停车场后就消失踪迹的呢 我们就调取了龙江镇各个主要路口 还有各个主要出入口的 50多只公安跟私人视频 然后进行一个分析 最后就确定龙江案件作案当晚 驾驶作案车跟驾驶被盗车是同一名男子 这名男子他就是驾驶的 他这个作案车在我们龙江辖区这边 先把那样被盗车的安防设施给拖坏掉 然后呢他就把他的作案车 开到了龙江旁边的一个镇 通过一定的其他某种方式 回到我们龙江案件的案发现场 然后上到这个被盗车上面 把这个被盗车开走 警方从几千张治安监控摄像头所拍摄的图片排查比赛出 2015年1月4日凌晨 悬挂越A甲号牌可疑车辆的驾驶者当夜在案发后 又驾驶过一辆悬挂越Y EF332的黑色本田CRV 虽然这并非是周先生被盗车的车牌号码 但是从监控照片中可以惊奇地看出 车牌上有两处明显经过了反光贴纸的贴感 警方确诊越Y EF332就是被贴改了号牌的被盗车 被盗车终于被找到了 那么当晚它到底被嫌疑人开到哪里去了呢 然后我们发现我们的被盗车 在1月4日的凌晨1点50分左右吧 经过龙江就进入甚至乐流的辖区 然后在乐流进入了佛山一环高速 然后往三围方向开去 警方判断被盗车被嫌疑人开往扇尾方向销丧了 而悬挂越A甲号牌的可疑车辆 当晚在案发之后却没有在监控中再次出现 直到第二天中午 嫌疑人才再次回到龙江开走这辆车 那么嫌疑人为什么要如此大费中账呢 最合理的解释就是 刑系者只有一人 所以他根本没有办法同时开两辆车上 当下找到这辆嫌疑人作案时驾驶的CRV 成为了锁定嫌疑人最重要的线索 我们调集了圣德仁教还有圣德仁江 还有另外三个不同时间段这辆车的轨迹进行一个抓它规律性的一个分析 发现它这个车每天最早跟最晚的一个出入轨迹都出现在南海区平州某一个大型的楼盘附近 中案组马上前往该楼盘 经过一段时间的排查 终于在这个楼盘的住宅小区楼下 发现了嫌疑人实时倒车时锁开的越A甲号牌车辆 于是警方安排了便衣民警 在楼盘周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蹲守 以便最快速度锁定犯罪嫌疑人 通过一段时间的跟踪跟摸牌 我们就发现了这名嫌疑人是一名年约45岁的四川级男子杜某 杜某45岁四川级无业男子 在此连环倒车案前并无前科 但是当专案组准备通过进一步跟踪取证 以实施逮捕时 却发现这个貌不惊人的男人 有着极强的反侦察意识 他有时候开着他的作案车在一条大级路上面会一直拍一直慢 然后忽然停车 在有一些路段他是经常兜起个圈他才离开这个地方 其实他就是在这个反跟踪 但尽管如此 在跟踪期间 状案组还是精细地跟拍到了杜某在一个河边丢弃大包物品的场景 事后确认 这正是杜某在再次成功作案消灯后 处理事主遗留在被盗车上的物品 实时抓捕揭开嫌疑人犯罪全程 狡猾惯犯独特方法磨练耐心 请继续收看本期平安三路追踪连环盗车贼 2015年6月17日傍晚 前方的监视组发现杜某有再次作案的征兆 顺德区公安局及龙江公安分局领导经过详细分析 最终下达了抓捕命令 抓捕组一路人马在杜某所居住的小区里蹲守 一路人马跟踪杜某回到小区 在他下车后何为将其逮捕 从杜某所驾驶的车中民警搜出一批撬道工具 汽车解码器以及一些贴改车牌的贴纸 在这些物证面前杜某对自己的多次倒车事实供认不讳 以前我是大科的 认识我一个老先 他以前就是给我接送 帮人家开车 就是发给2000块钱3000块钱吃 我就没有住 我第一个老婆跑掉了 因为我对这个盖领巴中后 这个腿是瘫痪的 跑掉过后认识现在这个老婆 因为他就得了个精神病 他有疑传 就得了精神病 就是说心里面有压力 所以说就是走上这条路 在顺德南海高明宽宇等地作案武器 另外还交代了2012年在顺德轮教一起盗窃 西阿V小车车为谁的案件 同时民警还在作案车的后备箱里 搜到一套钓鱼用具 原来杜某一直用钓鱼来锻炼自己的耐性 每次他选择一个作案目标后 都会不拎时间地花上数个星期 来观察车主的用车规律 而在作案当天 杜磊则会到一些河泳处停下车来钓鱼 并且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 静待天色完全暗下来 那么杜磊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手段 来实施倒车的呢 他是先用工具勾破防盗报警装机的喇叭 然后用工具把那个窗门撬开 进去用解码器把车打开 那么为什么杜磊要将倒车的目标锁定为同一款车型 为什么是本田的CRV屡遭黑手呢 这个车它本身的性能跟它那个性价比可能比较高 所以在那个嚣张的市场方面就比较受欢迎 另外一个呢 现在它要偷这种中高档的小车车 它都要使用一个解码器 它那个解码器都是有针对性的 然后我们这一次这个范队贤医院顾某呢 它买到的解码器呢 就是只能破解这个东风本田CRV小轿车的行车电脑 汽车解码器又称汽车故障诊断仪 原本是专业的汽车维修检测工具 但是一些犯罪分子就是利用了它 可以读取中控数据的功能 将一款本身无害的仪器变成了作案的工具 目前此案已经移交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 而根据杜雷所交代的收藏嫌疑人具体情况 警方也展开了对其的追捕工作 不过对于被盗事主周先生来说 虽然保险公司给予了一定的赔偿 但还是产生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和麻烦 偷的时候刚好碰到年前 然后如果没有车开 肯定就是说不方便 办理赔的话要等三个月 因为他车辆折旧了 然后赔了差不多12万 2010年时候买的是28万3千多 那么对于油车意图来说 怎样才能避免这样的损失 避免自己的爱车成为倒车贼们的囊中猎物呢 要尽量听到有人保管的停车场里面 要安装一些暗所 有条件的还可以装一些 其间下车的时候 要注意就是人家有没有干扰 去叫拉拉那个车门 在洗车店或者借车给人家的时候 对于那个钥匙 就能给人家进行区配过 对于小吃力保管你的钥匙 同时平安365提示 将卖二手车的观众朋友 要去正规的二手车市场 进行选择和交易 千万不可贪便宜 买明显大幅低于市场价格的五手续 五号牌车辆 其实这算很多都是被盗车来的 如果管了群众朋友呢 买了这种车呢 不单止自己出了意外 没有保险 还会被公安机关追究形势责任的 2015年9月16日16时30分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高速出口处 以柴前民房突然坍塌 正在三层施工的一名工人被埋压 接到报警的龙岩消防支队特勤中队 迅速赶赴现场 到场后 消防员将大量残垣断壁 小心翼翼的从废墟上移开 半个小时后 救援人员终于找到了工人 你不要讲话 不要讲话了 你保留一点体力 经过50分钟紧张营救 消防员长工将工人救出 据了解 出事时 这名工人独自一人在施工作业 不料发生悲剧 平安365提醒您 施工中要注意观察周围情况 如图示松动与否 墙体有无断裂痕迹等 加强警惕和防范意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否则